接著要提醒大家的是 使用牌照稅從4月1日起開徵 繳納的期限到30日為止 與其未繳除了會有自納金的罰還 如果在路上行駛一旦遭到查獲 還可以處於0.3倍以上的罰金 並可連續處分 地方稅務局特別提醒民眾要準時的繳納 以免受罰 地方稅務局表示 104年度使用牌照稅 已經從4月1日起開徵 稅務局也已經陸續將稅單寄發出去 還沒有收到的鄉親 可以用電話、傳真或者是網路等方式 向相關單位來申請補發 各位鄉親假如沒有收到稅單的話 可以向我們地方稅務局 或是羅東分局 依然是政府衛兵服務中心 來建議申請補發 也可以用電話、網路、傳真的方式來申請補發 有關你這個稅單在2萬年以下 我們可以在便利操商來辦理繳納 副局長指出 沒有繳牌照稅的罰則相當的重 如果在路上行駛 一旦遭到查禍 可以處3倍以上的罰金 而且可以連續處分 因此特別提醒民眾要準時繳納 以免受罰 牌照稅假如未稅行駛的話 那行駛公路會罰一倍以下罰款 而且是才連續處罰 假如說是預檢註銷 我們就沒有計劃使用牌照稅 各位鄉親假如行駛公路的話 就會被罰兩倍以下罰款 所以各位鄉親 假如車輛牌照被經理站註銷的話 務必向經理站重新辦理檢驗 從臉牌照繳納使用牌照稅 才可以行駛公路 副局長除了提醒車主要準時繳納之外 也呼籲在繳稅期限內 沒有收到通知的鄉親 一定要向相關單位來查詢 以免受罰 讓荷包縮水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欣採訪報導